初一 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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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賀 我也聽 我們最近不是在上《摩克思》課程嗎 對啊 我每天很認真的在上的 我跟你說 我聽到一個消息 他們最近App正在辦一個競賽 好酷的感覺喔 有什麼特殊的獎金嗎 我跟你說 聽說他的獎金非常的豐富 喔真的嗎 獎金豐富 哇聽起來就很吸引人欸 那趕快帶我去吧 我馬上就帶你去 好 欸 等我一下啦 有人說你可以不用帶鑰匙 可是不能不帶手機出門 可見手機現在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中 真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手機真正的靈魂在哪裡 就是APP 所以各位 你們是創造手機靈魂的人物 而本校第一屆的APP的創意城市競賽 各位你是第一個先鋒 好 哈囉我們是艾平彩繪宜 那我是映宿三移的童子佑 他是財算二的皇家旗 那這邊是映宿三移的里元旗 那我們的作品叫巧拼 我們設計理念其實是因為現在人手一機 那小朋友也是一人一支手機 那他現在都很喜歡玩手機 卻對學習缺乏興趣 所以我們就想說可不可以把學習跟手機結合在一起 那讓他在玩手機的過程中也可以學習 那讓他增加對學習的興趣這樣 那成年人跟長輩也都可以玩 那成年人就可以當一般的拼圖在娛樂 那長輩的話他就是可以在說他在拼圖的過程中順便做記憶 就是減緩記憶退換 我們這是用Unity開發 那Unity的話其實我也是沒有說學到很久 那我也是邊做邊學 那他比賽是一個讓我學習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比賽蠻有意義的 我是電機三甲的陳一長 那我們的小隊名稱叫 牧業醫療小組同家小隊 那我們的APP就是醫護寶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的新移民越來越多嘛 所以那台灣大部分都說中文 那他們不懂中文 所以在語言方面會有很大的問題 那我們想要針對醫療這方面去幫助他們 所以才會做出這個 陳一就是我們從進診所到看診到領藥 所有的功能全部都寫出來 讓醫生啊 護士可以跟新移民合作 共同使用這個APP來達到他想要看的的功能 恩...有跟老師持續在討論 就學到要怎麼解決問題啊 要怎麼把問題分割 像是有些可以做 有些可以不那麼重要的就沒關係 然後還有報告的能力 這個也有學到很多 希望之後可以繼續參加APP的比賽 能繼續得到好的名次這樣 然後我們的這個APP呢 它叫做再耍廢啊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來說 就可以防止你耍廢 比如說現在你今天吃了大餐 然後你覺得很罪惡感 然後你想說明天一定要去運動 然後到明天就一直拖一直拖 然後這時候就形成了一個 耍廢的惡性循環吧 所以我們這APP來說就是講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 我們就想說可以用朋友這個原則 講就是可以讓我們更加覺得自己是可以做到的 而並不是就是覺得自己不行 就讓自己更加肯定自己可以做到 因為其實我們過程中大家都有很煩躁 就比如說很想放棄 但是大家都會互相鼓勵 比如說去就是一起出去走走看 那邊請對方喝飲料這樣 來輸解大家的壓力吧 覺得很難得 對 哇塞 那比賽裡面的APP啊 都好厲害 好有趣喔 而且重點啊 它都跟我們生活周遭息相關了 對啊 而且它每學期都會舉辦一次比賽喔 蛤 每學期都有 嗯 那下學期我也要趕快去參加了 欸 那你有得獎 獎金要記得分我一半喔 呃 再說吧 好 沒關係 我自己組都去報名